好 悠悠大事了 我升級了 我從空氣飯升級成為 機場情緣男主角 正式成為了無國籍的難民 我的中華民國護照被註銷了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我現在哪都去不得啊 他竟然這麼禮遇我 給我最速箭 把我的護照給註銷了 我現在不就變成了國際間 無國籍的人囚嗎 扣留我的護照 我們的違法 百分之百違法 無招鞋要被我告 他給我四項處分 全部違法 沒有一條合法 突然覺得 誒 很大尾 好 悠悠大事了 我升級了 我從空氣飯升級成為 機場情緣男主角 從今天開始 我正式成為了無國籍的難民 這樣子我接下來來參加下一屆的奧運 就名副起始 因為台灣隊一直會放在難民隊當中 現在我就成為了一個無國籍的人囚 變成了一個無國籍的難民 所以下一屆的奧運 來要記得找我 我可以參加乒乓球隊 這話怎麼說呢 今天我接到了中華民國 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寄給我的信封告訴我的 我的中華民國護照被註銷了 意思就是說呢 我現在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其實嚴格講起來不是沒有國籍啦 國籍還在 只是我沒有護照 護照是什麼 護照是旅行文件 簡單的講就是說我現在哪都去不得啊 必須要忠心的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美國人啊 那這個從要唱以前唱這個 三民族裔武當所宗 現在開始要唱 Hosea can't you see Hosea can't you see 對現在就是要開始唱這個 美麗堅合眾的國歌吧 好 那現在這個到底怎麼回事呢 因為今天我收到的這封信 駐舊金山台北文化辦事處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故事從頭說起 這故事呢是這樣子 好就是說 呃因為我的護照 中華民國護照 2022年10月30號到期 那原本來我想說 呃今年的開放了嘛 那接下來寒假 Christmas 可以帶小孩去日本啊 去哪裡玩一玩對不對 但是我的中華民國護照 到10月30號到期 所以我就按照 這個循規盜舉的中華民國國民呢 向海外舊金山文化辦事處申請 於是我呢我還想說 呃用記的 怕這個這個漏那個漏 到頭來收到 跟我講沒收到 其實我心裡面已經有數了 我覺得他們這個蔡依依這個政府呢 一定會搞我 那所以我就那天我還特別啊 這個金玉跟我 我們兩個呢 我就開車到舊金山台北文化辦事處 本來想順便上去投案的啦 後來想說哎呀不要為難這個舊金山辦事處處長 那他處長呢是我這個師大夫州學弟 沒事不要害人嘛 好 所以我就坐在樓下的這個 呃這個車子裡面 那金玉就上去幫我辦 我把授權書都寫好了 因為到10月30號到期 所以呢我就依法 把所有的文件備妥去做這個護照的這個延期啊 不是延期就是護照的更新啦 好那呃這個過程當中還有一點小插曲啊 因為進去的時候排隊的有四五個人 那這四五個人裡面啊 大概有五個人排隊 包括金玉在內 哎有三個人認出金玉來 他跑過來跟他握手說 一定要跟彭皮講加油 我們都是他的支持者啊 那還有還有說哎呀這個姐妹加油 我們為彭弟兄昼夜禱告 我們的牧師呢 常常會為他 而且還為他流淚禱告 好我聽的真的很感動 那哎無獨有偶的事 他到了櫃台 那櫃台的小姐他說 哦你是李主播 哎其實大家都很友善 那當時我其實心裡有數 我知道當我開始申請護照更新的時候 這蔡依依的犯罪集團呢 她抓我抓不到 又不敢抓我 也沒種抓我 我每天在那裡晃來晃去 參加僑界的活動 好在這裡晃出來 後面晃過去 只差沒上去投案 我上去投案也可以啊 如果你敢把我抓起來的話 那我當場就告你這個妨害自由 好反正 那結果過了七天一個禮拜左右吧 哎我終於收到了一封來自 來自什麼呢 住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台北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這不倫不類嘛 住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你沒有主詞嘛 什麼東西住對不對 這個呃什麼東西都沒寫啊 住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台北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什麼人住在舊金山的台北文化辦事處 這不知所欲 好了 這裡面呢 就給了我一封信 住舊金山辦事處 函 哎這啥啊 我就把它打開來看 喔裡面東西落落長 第一個 受聞者彭文正君 出生日期民國80年5月29號 啊對不起那個眼睛花了 不小心看錯一個字 性別男 國民身份證字號 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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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發文日期民國中華民國111年10月20號 哇你看都有效率 我就是10月20號 我如果沒記錯 我10月20號當天遞見 太厲害了 最速見了 立刻發文 好你看喔 真的喔你看 樹別最速見 真的你看 最速見 哎 中華民國國民哪一個人去申請護照 有我這樣的待遇 來來來我們海外的僑胞們 平平理 你們哪一個人去申請護照 有我這種待遇 當天申請當天被駁回 而且還給我最速見 真是體貼啊 最速見喔 我沒有我沒有加 我沒有多付錢 我沒有加碼 我也沒有要求什麼特權 我是排隊喔 5個人排隊 有三個人過來跟我們金玉握手說 請轉告彭P全家都支持你 還有說弟兄我們的牧師為你流淚祷告 結果呢 他竟然這麼禮遇我 給我最速見 最速見什麼呢 好 來阻止 台端限時地3064...普通護照 一護照條例 第24條第二項第二款 及第25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還怕我不知道規定還付給我條款 我剛剛看了一下條款 你在胡說八道啥呀 待會唸給大家看 如附件一予以扣留 把我護照給扣留了 原核發護照處分以廢紙 並註銷該護照 就是把我的護照給註銷了 所以現在很簡單嘛 我沒有我沒有美國護照嘛 我也沒有馬達加斯加護照 我也沒有吉內亞比索護照 我只有中華民國護照 你把我中華民國護照注銷 我現在不就變成了國際間 無國籍的人囚嗎 那我不就是要去演一下機場情緣嗎 好這個weekend 我去紐約乾奶地機場 看看有沒有那個 看看有沒有機場情緣可以找到 好我們來看看啊 他說有關護照的申請案 依同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條規定 應不予核發請查照 這是兩件事情哦 第一個這是三件事情 他告訴我三件事情 第一個我的護照呢 呃這個廢紙 第一個第一件事把我的護照扣留 好他根據什麼扣留呢 24條第二項第二款 跟25條第二項第一款 把我的護照扣留 我待會告訴大家 他扣留我的護照 我的違法百分之百違法 誰要被我告呢 五招誰要被我告 再來 第二個 原核發護照以廢紙 這是第二個處分 他把我的原護照廢紙 廢紙根據什麼 也沒有道理 第三個 他把我的廢紙的這個護照呢 註銷 意思就是說全部作廢吧 第四個 新核發的呢 不予核發 所以他給了我四項處分 這個不予核發是根據 護照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待會我跟大家講 全部違法 沒有一條核發 等一下我唸給大家聽 這兩條條款 我待會我啃仔細的看 這三項條款 沒有一項合乎我的這個情況 但是他對我做了四項處分 哪一項處分呢 我再講一遍啊 他把我現有的護照扣留 那這是不是犯了侵占罪 好 到時候要咱們慢慢算 第二個 我原來的護照呢 廢紙 對不對 這個獨職 第三個 註銷我的護照 好 這個也是獨職 而且對我的人權 我還可以申請這個民事賠償 第四個 護照案的申請不予核發 不予核發是你的權利 但是不予核發要有條例啊 給我的這個是什麼 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我待會再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早就已經廢棄不用的法規 所以全部違法 結論就是 我成了全世界僅有的沒有國籍的人啊 我現在哪都去不得 那我就好好的留在美國場 Oh say can you see 對不對 那沒問題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 舊金山駐台北文化辦事處寄給我的這一個信封 不絕玩耳 我突然覺得啊 欸我這麼大尾 真的我以前沒有覺得自己這麼厲害 你看中華民國史上第一個被現任總統告誹謗的人 第二個 中華民國史上第一個唯一一個被現任元首告毀謗而遭到起訴的人 第三個中華民國唯一一個因為對現任總統誹謗 所以停準備程序還沒做就開始退庭的那個被告 好第四個中華民國因為誹謗了現任元首而遭到通緝的第一人 現在又加了一個第一人就是中華民國史上因為這個誹謗現任總統而被註銷國籍的人 欸這護照沒啦 所以我在全世界的這個旅行文件上我等於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 所以接下來接下來是巴黎奧運是吧 接下來的奧運呢我可以代表 台灣加入這個無國籍的難民隊不是剛剛好而已嗎 有些睡眠問題的話可以來試試看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要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謝謝